第1806集 楚风亚然 有些吃惊 九号念念不忘的人 其诡计竟是这样的 不可能 因为九号确信他如今还活着 还有最强印记在共鸣 更暗示那个人曾发回来过信息 那人依旧走在那最前沿的路上 只是一个人冲出去的太远了 青年又摇了摇头 应该不会这样 他若是死了 他的建议会立刻从天地界消失 而今还是强盗绝跌 让某种规则共鸣 让某些敌人忌惮 防备他突然再现 不知不觉黑暗过去了 东方泛起了鱼肚白 而后一缕西光照耀 山河沐浴上一层淡金色的光彩 可是 山川间依旧有血在流淌 楚风还是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赤地无疆 有焦痕 有火光 那太阳 这一刻 楚风瞳孔收缩 他看到了太阳不是星球转动 而是一具死尸 他在焚烧 流淌火晶 这片天地很大 一块漂浮的大陆 平日间 你见到的太阳是规则所化 而现在 你见到的是悬在各地的一些遗骸 有强大的人 有黄金天兽 太多了 有些还是故人呢 青年盯着天空 楚风深感寒意 太阳出生却是这般景象 跟平日的太阳不一样 居然是尸体 远处有一头可布黄金兽 从山林中升起 磅礴而强大 金光普照 但是却也流淌着一缕缕死气 落向大地 想都不用想 他的进化层次曾经非常的骇人 极其强大 再看那大地 风烟还未熄 血还未干涸 伴着当时的新城 像是阴与阳 现实与虚幻交错在一起 楚风叹气 阳间只是一块大陆 他浩瀚无边 已经沉浮 有的机缘很璀璨 大势争雄 有的机缘又破裂 暗淡而无声 变了又变 青年看着天色 我要离开了 古魂野鬼放风的时间有限 该回去了 在临走前 能告诉我 你的一些事情吗 来自哪里 有什么特殊的经历 我总觉得同你有些演员 楚风心中一动 九号得西地球时 曾经恶然 无比吃惊 此时他直接提及 自己来自小阴间的地球 你说什么 什么名字 果然 青年君王震惊 第一次这么变色 然后死死地盯着楚风 小阴间 地球 楚风答道 果然这个称呼 让青年吃惊了 怎么可能 那里有泰山 有昆仑 对 你去过 前后两个人 两座高峰 都曾与那里有关 当年的原始泰山 被截断前 就是祭祀地 我怎么不知啊 等一等 你在说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 在过去 那里就有泰山 该我吃惊 才是 这都什么机缘了 最起码也过去 几步古史了 为何现在你还知道 那里叫泰山 有昆仑 他神色严肃 他放风出来 这么多个年代 知道了不少后世的事 所以很震撼 楚风头皮发麻 当初他从九号等人的口中 就已经模糊的知道一些异常 怀疑过 相似的事在发生 甚至是一颗星球 与一片宇宙的重演 与轮回 抑或是 有人在重新演绎 那片古地 青年男子问道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楚中吉 楚风自问 然后大声说道 那片地带现在究竟怎样 大背景如何 楚风感觉事态严重 详细讲述地球 甚至将文化积淀 各地风土人情等说了出来 跟过去一模一样 怎么可能 你究竟是谁 不 应该说 是谁在演绎这一切 真是胆大抱天 他想干什么 青年炸了前所未有的严肃 你说 那里的一切 同某个年代一模一样 楚风经问 然后从头到脚 都一片森寒 如坠 阎罗地府中 楚风怎能不震撼呢 地球上的一切 无论是文化基点 还是地名 以及历史走向等 竟然都曾出现过 而现在又重新经历了一遍 他的心都凉了 究竟为什么 怎会如此 他喊毛倒数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感觉骨髓 已被寒气冰冻 若是整颗地球都在轮回 那他又是谁 他们这一世的人又算什么 谁又这样通天彻地之能 让一个人带着记忆踏上轮回路 就已经很惊人了 而现在另一颗星球都能重复过往 就更可怕了 有些人 真是胆大包天 这一刻 青年君王开口双目深邃 他震撼过后 已经有所猜测 楚风一惊 这个年轻男子想到了什么 因为那颗星球有些特殊 曾直接与间接地走出两大高峰 所以 有些人想要重演那种环境 从而养骨吗 青年君王说出这样一个推测 这让楚风的脸色当即就变了 几乎瞬间就出了一身白毛汗 这实在是有些射人 所有这一切都在别人的掌控中吗 地球像是一个罐子 里面养了一些虫 净等虫王出现 一切只因为那里出现过天地 出现两座无上高峰 而有人想要在近似的环境下 去尝试 看能否培养出无上者 此时 青年君王的半张脸在朝暇下 半张面孔面相是在阴影中 而双目呢 像是深夜的烛火 明灭不定 有些深邃 他开口 你的背后站着一个人 楚风一阵背后发凉 但很快他又明白了 青年君王轻叹 你的背后可能有一个或几个黑手 在一眼一语推动这一切 你要挣脱出这个局 他说的这些 楚风刚才自然也有所领悟 怎能不惊呢 那一个或几个想重塑地球大环境 在线当年风土的存在 应该会盯着地球罐子 在等待某只特殊的虫子 吐丝结解 而后化碟飞出来呢 这种人生真有些可悲 他或许一出生 就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游戏中 别人罐子里的虫子 不仅是他 因为整颗地球都如此 所有生物的诞生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目的 是被人投入罐子中的种子 有些人在等待种子生根发芽 等待虫载破茧化碟 不过若是细思的话 那暗中的生灵 那高高在上的存在 为了培育出合格的地球罐子 付出也不小 毕竟几千年的历史 文化沉淀等都要发生 需要不少的时光 要等上很久 他们有无穷的寿命 有耐心 除风叹气 那种生物又怎么会在意光阴呢 或许对他们来说 只是弹指瞬间 也不要绝望 那背后的生灵也不见得是恶意 而是真的需要一颗特别的种子 在那里出现 这一刻 楚风想到了九号 当年他也在说 有人可能在重演地球 那个时候 一切就已经若隐若现了 楚风还记得九号那复杂的神情 欲语又止 他自然是看出这一切 但是 不忍彻底的告诉楚风残酷的真相 这样的背景下 最好的一种情况就是 善意的生灵 想培养强者 或许是因为太危机 或许是战况太可怕 或许是为了储备 带着积蓄希望 想孵化出 又一座无上高峰 最差的情况自然是 有生灵在恶意演绎这一切 想收割特殊的种子 想捕捉历史巧合下 诞生的化蝶的虫子 比较中性的情况是 有人无聊 一个念头而已 便随意而为之 导致了这一切 可是 无论是哪种情况来说 对楚风而言 都不是什么好事 都是在被人关注下 在被人腐含罐子的时光中 成长的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